HELLO 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身為一個一天可以坐在電腦前面超過10小時的男人 每天打字、打程式、打電動 接觸最多的就莫過於鍵盤了 以前在看遊戲直播 喜歡的實況主用的就是海盜船的產品 那時候因為剛好覺得有線耳機很麻煩 一直想要換一個無線的 然後那個實況主用的那款產品 價格我又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就先換了海盜船的VOID PRO RGB 題外話我那時候一直以為換了之後就可以跟它一樣強 或者至少也要有它一半的實力吧 但後來發現那真的是我人生中的三大誤會之一 之後雙11的時候海盜船的無線滑鼠又特價了 所以我就又換了滑鼠 但我一直想換卻沒有換的產品就是K70RGB 我一直在等特價到3000以內就要入手 但可能是因為賣太好吧 它一直都不特價多一點 還有我遲遲沒能湊齊整套的船員配備 等到有一天在滑FB的時候 在海盜船的粉絲團看到他們推出的新的K100RGB 喔那個真的是玩家的夢幻一瓶欸 然後又看到其他實況主用起來的心得好像非常的不錯 所以我就在想說這次我一定要上船才行 接下來就要看到今天的重頭戲 我忍了好久終於入手的K100RGB 第一眼看到這個鍵盤就是兩個字 好大 果然是男人的夢想啦 比起一般的104鍵盤 它的左邊還額外多出了一排聚集鍵 邊邊還刻上了一行字 兩條斜線在很多程式語言當中都代表註解 表示這把鍵盤是K100 不知道他們在設計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想的 而上方也是多了一些多媒體功能鍵 K100身為K95的升級版 左上方的功能鍵其中一個被改成多功能轉盤 內建調整燈光亮度和一些常用的功能 使用者可以自行決定哪些要打開或者關閉 左邊的話則是快速切換設定檔 右邊是鎖定鍵 兩者的詳細功能都可以在海盜船的IQ軟體內調整 不過這把鍵盤最令我驚艷的搞不好是手拖 因為它在手拖的部分觸感極佳軟硬適中 長時間打字的話感受是相當舒服的 可以說這個手拖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也不為過 不過我個人覺得長時間手靠在上面的話 還是會有那麼一點點的悶熱感 但我也不會想要把它拿掉 因為真的太舒服了 總結來說這個手拖就是有起到大大的加分效果 所以我平常沒事一定是裝著的 若不習慣手拖的人也沒關係 它是磁吸式的設計 輕輕一把就下來了 這是開箱的K100RGB為銀軟音科 目前市面上買得到的也就只有兩個版本 銀軟和光軟 跟常見的紅黑青茶四大軟比起來 銀軟與黑軟同樣為無段落感 習慣用紅軟或者黑軟的人轉換到銀軟 我應該會覺得如釋重負 因為銀軟所需要的按壓力道比紅軟還要輕 轉換過去就好像你原本腳綁著牽球在走路 然後現在把牽球拿掉了 非常的輕盈 而銀軟的觸發鍵人比紅黑軟更短 玩遊戲時的反應速度理論上也會更快 長時間打字下來 我是覺得比紅黑軟還要輕鬆蠻多的 那如果你是一位輕軟的信仰者的話 實際使用過銀軟 內心搞不好還會出現小小的動搖喔 另外K100RGB還有一個光軟可以做選擇 雖然我是沒有用過啦 但看官網寫似乎又比銀軟的觸發鍵程更短 也就是說理論上打遊戲時 需要從你的腦袋傳到電腦的時間也更短 反應速度就能更快 看到這邊想要入手的朋友還是稍微等一下 目前K100RGB的市售版本都是英文鍵帽的 並沒有注音 所以如果需要注音才能打字的朋友 這邊這把 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我本身是鍵盤有沒有注音對我來說影響不大啦 不過真的有需要注音的朋友其實可以考慮 拿著鍵帽到外面找廠商科製 那個價格通常也不會很高 或者是你要自己選購其他的帥氣鍵帽 又或者是你們可以選擇海盜船新出的K60RGB Pro 也是相當不錯 講到鍵帽 它還額外附贈了兩組遊戲專用鍵帽 分別是QWER、DF還有WASD 太適合我這種喜歡打LOW還有FPS遊戲的玩家了 附贈的鍵帽表面有做顆粒感 細看是很多三角形 與產品的外包裝表面設計有相呼應 實際使用的話觸感還不錯 摩擦力比較大 而且邊緣的話也有比較大的弧度 基本上不會讓人手滑去按到其他的按鍵 雖然說WD鍵是重複的 但是它們的弧度並不一樣 裝的時候要注意不要裝錯 不然按起來感覺會非常怪 如果是重度遊戲玩家的話 建議還是可以裝一下 一方面好按 一方面是如果朋友到你家的話 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專業玩家了 呃...有朋友的話啦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海盜船的IQ控制軟體 的常用功能好了 不可不說海盜船的軟體 我覺得寫的算是很好用的 而且只要有安裝華碩的AuraSync控制軟體 主機板的燈光也可以直接在IQ裡面一起控制 達到與周邊燈光同步的效果 以K100的設定為例 在這之前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以前有安裝過IQ的話 需要先更新到最新版才能抓到K100RGB喔 我一開始還在想說鍵盤怎麼沒有出現 後來才想到啊應該要先更新才對 我們先點鍵盤的圖片進去 主視覺是目前的鍵盤燈光狀態 左邊是一排可以自行調整的地方 可玩性非常高 首先看到設定檔這邊 可以依照自己常玩的遊戲或是喜歡的燈光做分類 然後存成不同的設定檔 之後可以透過這個人像的按鈕 來進行快速的設定檔切換 舉例來說我把第一個設定檔叫做Low 然後再新增一個叫做其他 先選擇Low然後到下面動作的地方新增一些想要的聚集 旁邊跳出的訊息應該是指如果你有用海盜船的直播設備的話 也可以將一些例如說切換直播分鏡或者是其他功能 都設定到這個聚集鍵上面 我自己是沒有實際使用過啦 但是猜測是這樣子 歡迎使用過的網友補充喔 那我先按個加新增一個動作 這邊用一個Low的理心連招來做示範 我先加入幾個動作 完成之後再選擇要放置的按鍵 如此一來就能完成很帥的接技 不過我在實戰中還是常常只觸發了閃線跟插眼 我覺得應該是Low的問題 跟鍵盤的關係應該不大 只要鍵盤上能按的按鍵幾乎都能選 那我沒想到的是甚至連滾輪都能 不過唯獨轉盤中間這個不能選 所以我說工程師你為什麼要排擠他啊 燈光效果的話這邊有超多種可以做變化 這裡要考一下海盜船 他的燈光真的是超漂亮的 顏色非常鮮豔 不會像有些廉價的RGB看起來死氣沉沉的樣子 而且K100RGB的燈光波動是非常順暢的 這邊示範幾個燈光效果給大家看看 還有很多深度玩法 仔細介紹真的是會介紹不完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再額外拍一集介紹好了 底下的硬體動作和硬體燈光效果 其實和上面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說如果你設定的是硬體部分的話 鍵盤拔到其他沒安裝IQ軟體的電腦 也會保留著一樣的設定 跟大家講一個小訣竅 在把鍵盤借給朋友之前 先把D跟F的設定對調 恭喜你又少一個朋友了 控制轉輪的話內建有七種功能 可以自由的選擇要開啟哪些 最底下效能的部分英文其實是Performance 但是我覺得跟效能好像有點無關 翻成執行或者是其他什麼之類的 也許應該或許可能有機會會比較適合一點吧 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設定按下鎖定鍵之後 要鎖定哪些快捷鍵 最後看到設定這邊 回頭率也是這把鍵盤的一大賣點 一般的鍵盤應該不會有人多看一眼 但這把 欸等一下到底誰該我的稿子啊 回報率也是這把鍵盤的一大特點 平常鍵盤大概了不起就是1000Hz 但是這把鍵盤的頻率卻是其他人的4倍 難怪用起來這麼爽 那這是什麼概念呢?簡單跟大家講解一下 一般鍵盤假設頻率是500Hz而已 週期就是頻率的導速 也就是說2毫秒會向電腦回報一次按了什麼按鍵 而4000Hz就是0.25毫秒就會回報一次 如果你是一位終極性兒 你用的是500Hz的鍵盤 但是你每次按按鍵都能剛好在那個回報的前一秒按下 那恭喜你 你不需要這把鍵盤 但對其他百分之百的人來說 長期按下來鍵盤的回報速度還是會比一般快到將近10倍啦 用國小老師那套浪費1分鐘 全班30人浪費30分鐘的理論來做延伸 按一次按鍵就算你只比別人快上1毫秒好了 你走的耐用度是5000萬次 也就是說在鍵盤按壞之前 你比別人省了5萬秒 也就是大約14小時 一個鍵盤104鍵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鍵盤工作者的話 你就比別人多出了1400個小時來做其他事情 至於有人會擔心說營走短鍵程會不會容易誤觸 我個人是覺得完全不用擔心啦 一般在產品做設計的時候 不可能讓人很容易誤觸的 如果你的鍵盤或者滑鼠 輕輕碰一下就有指令傳出 那告訴你 不用懷疑 那個叫做故障 這次除了鍵盤之外 我也一併入手了海盜船的 AM300 PRO加長型滑鼠墊 除了外觀很帥之外 它的表面和底下的防滑墊邊緣 也有做收邊的設計 但美觀也能增加耐用度 之前用過某一知名電競品牌的 因為它邊緣沒有做收邊的設計 所以用久了之後 表層和底層就會逐漸分離 那我就只好一直把分離的部分剪掉 最後因為真的變得太小張了 我就只好把他拉進垃圾車 那這種長鼠墊最大的好處 就是滑鼠的移動範圍很大 尤其是常玩FPS的玩家就可以理解 敵人突然出現在背後的時候 視角就要轉180度去打他 那短的鼠墊不是要滑兩 就是會不小心滑出範圍 尤其是滑鼠墊跟桌面有高低差 要是不小心滑出範圍的話 鼠標就會跳一下 那就直接下一把再見了 除此之外 長鼠墊還有個好處就是 鍵盤跟手機也可以一起擺在上面 防止底部刮傷 總而言之 如果你是因為深度玩家 或者長時間的鍵盤工作者的話 那不妨趁著過年買一把K100 RGB給自己 雖然它的價格是有那麼一點 兩點三點四點不親切啦 但也是老話一句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用好的鍵盤不但可以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你的心情也會變得愉快 那心情變得愉快的話 工作效率又再增加 工作效率增加的話 你鍵盤的錢就賺回來了 值得啊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不妨幫我們按個讚 或者是留言指教一下 想看更多精彩的開箱 可以訂閱Enterbox 或者到我們的頻道裡面去看看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